前面就是一直沒有抓到節奏 然後後面中間有比較好一點 但最後好像就有點失誤率太高 尤其是接發球 我覺得最後面可能是我的失誤吧 因為我後來最後一局發球局沒有發好這樣 然後導致這個機會錯失 所以蠻可惜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最後面可能是我的失誤 所以蠻可惜的問題 可是我覺得今天凱真底線就算表現得還不錯 所以我前排其實也是蠻 就是還蠻優勢的 就是覺得其實對我們幫助還蠻大的 但是我們自己好像不是很 氣一直沒有起來的感覺 對啊